台南这间诊所以治疗跟预防中风闻名 但根据周刊报道有离职员工检举 称院长说打针可以预防中风 自费疗程要23万 院长还对护理人员宣称 针剂是商业机密 离职员工提供的照片显示 药剂毫无标示 也没有食药署的合格字样 疑似夸大不实 恐有违法疑虑 面对质疑 诊所人员出面回应 但是网络上的那个评审 不是我们的 对因为我们目前的部分的话 所有药品都有标示剂量跟名字 诊所人员拿出这一盒人参口服液 里面有五瓶 跟离职员工所说的瓶身类似 疗程中是以人参照该是给病人 用食品辅助的 而且我们在给的时候 我们也有跟病人明确的表示 这个是食品 诊所被人揭露打针要自费23万 员工表示是整个疗程 不是只有一针的费用 附近民众则是这样说 诊所治疗中风 疗程及药剂疑疑似来路不明 卫生局这样说 卫生局将机查该诊所 确认他施打的药剂之来源跟成分 躺药剂未经过核准输入制药品 将医药室法第83条一锈争办 诊所出面回应否认施打周刊所说的黑心针 但医疗广告有没有夸大不实 卫生局也将进一步调查 若违反医疗法将除5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罚还就等卫生局来厘清 东森新闻黄冲群在台南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